我的心臟會跳 可是這中間被堵住了 所以我大腦出來的訊息 只能達到70磅 所以我的心臟可不可以百分之百的跳動 不會 我跳70磅而已 那我們是有所謂的慣性 我們會有惰性 對不對 會有這種習慣性 長時間我的心臟只拿70磅再跳 好 那麼他傳達給腦的訊息是 那你給我70磅就好了 好 一個月後 兩個月後 大腦給他70磅 以後就給他70磅 那可是夾坐的那個肌肉 錯位的結構並沒有調回來 所以這個時候大腦給的訊息會降到60磅 那麼心臟就說 嗯 那我就跳60磅 好 他過了一個月後說 那你給我60磅就好了 他回傳的訊息是60磅 那你想想看會發生什麼事 再久我心臟就不要了 嘿 就出位子囉 是真的喔 因此當你如果稍微做一點比較 超過平常劇烈的動作的時候 那麼心臟是不是要增加磅數 那可是他已經長時間接受50磅了 那他一下子要磅數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要60磅 我要70磅 我要80磅 大腦給不給 不給 他就在那邊說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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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聽過小孩子哭鬧吵著要含我的時候 是怎麼哭的 嘿 有小孩子的都知道 哇 我就是要含了 我就是要買 有時候亂了 你一般人要打下去 他哭的在大聲 所以這時候在心臟就這樣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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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結果就是這樣 那要不要我打開 要啊 再往下 這樣 這是我們的淋巴 那你們常常有的動作 你可以發現很多淋巴在這些位置上 對不對 那你們的動作絕對是一隻手 因為你們一條上班 你們的動作一定是一隻手在前面 這隻手放著不動 對不對 那夾哪裡 你的淋巴循環就不好 東升西這樣的情形就不會在你身上流暢 那你絕對有一個地方 你看你最常用的那隻手 夾緊不動的那隻手 你就把它夾住了 所以造成你們淋巴循環失常 你們一直以為說淋巴循環是腳 我跟你講 上面的淋巴你們就會忽略掉了 那再加上你們都坐著 那真的除了下面失常 上面也失常 所以改調整一下 那你常常不動的那隻手 一定要讓它動啊 OK 再往下一張 這可以放大嗎 嗯 然後這一張注意看一下這個線 這是我們花了兩年 這時間把它整起來的 這是我們的尖椎 我們的尖椎是不是有五椎 那我們的尾椎有三到四椎 那你現在就是看我一下那條線 我的尖椎跟尾椎之間會互相拉扯 這已經牽連到醫學上的範圍 可能說你們會稍微有點不太懂 那你們先不去理會這一塊 你們只要看形狀就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隻尖椎 我們把它叫S1 它會拉到我們的脖子來 所以當你的這一塊 這是我們腰的位置 這是我的L5 這是我的S1 這剛好就是我的腰間關節的位置 當我這裡出問題的時候 會造成我頸椎的病變 那我藍色這條線出問題的時候 會造成我的頸椎跟上胸部的病變 那這一條出問題的時候 就會造成我胸腔部分的病變 然後S5出問題的時候 就會造成我腰椎的病變 那這一些位置剛好就是你們常常做的位置 這樣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現代人的疾病 越來越多 問題在這裡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那這個 這是我們間接的 看一下 下面 這是我們間接的側面圖 因為你們的坐姿 不會讓這個腰彎出現 你們的坐姿 會讓這個腰彎變這樣 我們的腰彎是這樣才對 那是因為你們穿高跟鞋 所以不會讓你的腰彎這樣 會讓你的腰彎這樣 所以如果說可以的話 那你減少穿高跟鞋的時間 這樣知道嗎 那可以的話 請你坐的時候保持這樣的腰彎 千萬不要這樣子 好 下一張 那我剛才不是跟你說嗎 你們間接如果有病變的時候 就會造成我們各的脊椎 假設說剛才的S1好了 如果S1有問題的時候 會造成我們的C1 C2 C3 C4這些問題 那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深的顏色有沒有 其實這一張 因為這張是我花了兩個時間 整理下來的 目前之後 我們行醫結構已經都會有 那外面有一些 他們是比較簡單粗糙的 我這次把 把所有的肌肉力學跟結構力學 還有脊椎脊髓 就是我把它做整合以後 然後放進我自己平床的經驗整理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其實這個可以送給你們 但是就說你們自己去病 那以後你們當然覺得 我今天覺得我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好 你說 我覺得我今天這隻手好像有問題 那麼你就看一下 原來我的頸椎 第七椎可能被壓迫到了 那我頸椎第七椎被壓迫到 然後會出現哪些疾病 來 放大一點 然後會出現哪些疾病 我有甲狀腺炎 有腋膜炎 有腋癌 感冒 食欲捕症 然後我的肩膀活動會受影響 而且我的手腕活動 連我手指頭的活動都會受影響 那怎麼辦 西七是這一條的 我應該做什麼動作 看三隅雲的動作 为什么这里会被 为什么西西这个锥位置会错 因为你骨盆错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赶快找到你的骨盆 到底是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或昨天发生什么事情 但你有一层变高了 赶快把那只脚后退 然后赶快做 那你看我们再往下一张 好 比如说你今天觉得说我 我们来看第一T3好了 好 对就看这张再放大 这张怎么多意思 没电 等一下 随便的旁边来的机会 我们今天很多人没讲 又完电了 这个好 T3 如果有人今天这里在 好 那你赶快翻一下 我这里痛是哪里 或是有人在后蹭 会痛一些T字高方会痛的 那么如果你不处理 这些问题会出现 看到没 需要念吗 看得到吗 T3又会出现这些状况 那你就想看 我是不是有这些疾病在 那该怎么样去调T3 马上翻山月铃 这样知道吗 翻山月铃是全身性调整的动作 其实这就马里头不是只有翻山月铃的动作 但是是现代人特别需要的动作 那么刚才翻山月铃的动作 我重新再做一次 好 来 先会检查 我到底是哪一边缸 看我 你们告诉我哪一边缸 我把裤管 你看我把这个伸瘦的裤子 我把它拉到 右边缸